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位于列治文的大地独立房 它占地是一万三千多尺 房屋面积是四千七百九十一尺 有十个卧室 走 我们进去看一下 首先它前院做的全面的硬化 停上十台汽车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然后这是一个双开大门 杨叔你好 维克腾你好 欢迎来我们这看房 听说这个有十个卧室 对对对 非常大的一个house 那这个一楼这边是有一个卧室 不是这边现在呢 和房主是作为一个办公室 studying room room的 对 所以说十个卧室是包括这个的 对 如果包括这个那就是十一个卧室 对对对 因为这儿你看这儿是有一帽间的 所以当成卧室一点问题都没有 对那是非常大的一个事 这边有三个窗户 所以这个房子非常的亮 是是是 那一楼的那一边是什么 那边呢 那现在呃房主是作为洗衣房用的 啊 这个呃取暖的锅如热水罐 加上里面还不符合室 对 那看起来这个一楼也不大啊 因为这个一楼呃 这只是一楼的一部分 这个一楼有两个啊 分别是两个卧室啊 出租单位 就是两套 对 两卧室的出租单位 对 那就是四个卧室 对 分别是独立出入的 从两边出入啊 对 那我们一会再看 我们先看楼上 嗯 还有个旋转楼梯 对 那这边就是会客厅了 对 这个会客厅也是非常大啊 对 也是朝这边有两面采光 一共有四个窗户 非常的亮堂 啊 那这里是他的正式餐厅吗 对 厨房是做过装修的 对 因为前任屋主 本身就是建商 啊 所以呢 他的这个厨房 这个橱柜和台面 都是前任屋主做的 嗯 时间也不是很长 所以 柜子 台面 加上电器都是新的 对 好 那这里面就是卧室了 对 这个是二层的 二层一共有六个卧室 啊 那我们数着啊 这是第一个 嗯 第一个卧室还带自己的卫生间 对 然后两面有窗 对 非常亮堂 啊 好 再往这边走 这是第二个卧室 对 哇 这个卧室也是太巨大了 也是非常的宽展 而且这个卧室是三边采光 对 这边带阳台 那边也带阳台 它前后带两个露台 我看一下 这边也带阳台 对 哦 这个可以去到后院 所以说这个是 还有一个楼梯 嗯 相当于是在这个房间住的话 也可以不用走那边 对 可以独立出入 啊 好的好的 那我们继续往那边去 好 这是第二个房间 嗯 这个是第三个房间 第三个房间 好 每个房间的尺寸都不错啊 对 都放一个大床 Ting size 就都没问题 啊 这是个眼镜房 对 这是双洗手盆 对 这是个眼镜房 啊 它跟旁 那个卧室是联工的 旁边那边是沿着可以用 共同用这个洗手间 对 这是第三个 然后这是第四个 对 这是摆着国王大床 对 国王大床 这就是刚才那个洗手间那个门 对 对 第四个 走 继续 这是第五个卧室 啊 第五个卧室 但这个卧室是没有卫生间的 对 它用外边的那个卫生间 那边有一个公用卫生间 对 然后这是第六个卧室 对 这个是也是主卧 主卧 主卧果然这个床是很大的嘛 国王大床 嗯 看看你们的卫生间 嗯 好 然后还有两套衣柜啊 这里有一个衣柜 对 这是可以布务式的 对 这是大一点的衣柜 这个门后面还有 稍微小一点 好 那至少是两套衣柜嘛 对 那这个就是 刚才讲的共用的卫生间了 对 但是这个也是一个全外 好的 那这一层 所以总共是六个房间 然后四个单位 对 好 那我们去到出租单位看一下 好 我们去看出租单位 好 对 现在这个房子可以坐Airbnb吗 没问题 这个房子是可以申请那个Airbnb的牌照的 因为它的周边的500米之内是没有Airbnb的 所以申请起来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这是个车库 对 这是一个前后停的双车库 可以停两辆车 好 那我们进去看一下 好 这是那个粮食的出租单位 对 这是两个粮食的出租单位的其中的一个 所以有两套这个样子的 对 这是它的厨房 也是石英的台面 什么都有 这个炉子冰箱 对 这是第一个房间 对 这个尺寸也可以 对 放张国王大床也没问题 这是公用的卫生间 对 然后里面有洗衣机和干衣机 对 这是这个套间里面 这是第二个卧室 对 看起来好像比那个卧室还要稍微大一点 比刚才那个大一点 对 好 那我们去看第二套出租单位 好 第二套出租单位要从这个房子的后边过去吧 从前院后院都可以过 两边都可以过 对 穿上鞋 好 好 我们现在去看第二个出租单位 这个侧面这个地方也可以停车呀 对 而且可以把车开到后院去 对 这个相当的宽 后院地面也做了很多硬化 对 所以说刚才我说这个院子里可以停10台车说少了 鞋的可以停20台 对 我觉得也是 然后这边如果谁喜欢原意或者是种植的话 在这种上花花草草或者是各种株菜 两个问题都没有 毕竟是一万三千尺的大地啊 对啊 好 那这就是第二个出租单位 对 你进门这边是 这是个客厅 对 一个客厅的位置 然后就是厨房 厨房也是炉子 抽烟机 微波炉 冰箱在那边 那这是洗衣机盖衣机 对 洗衣盖衣机 这是其中的一个卧室 这个卧室放的床小了点 对 但是我觉得放大一号了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 双上床能放下 对 对 那这边是第二个卧室 对 这是放的那种大床 对 它的卫生间我们还没看 它的卫生间在这边 这个是这个套 房的卫生间 好 那像这样的房子 现在这么多房间 如果是做出租的话 一个月能收多少钱呢 我觉得旺季的话 一个月一万五 一点问题都没有 一万五可能有点保守 是吧 对 我知道有一个人也是十个房间的嘛 他是一个月 如果做短租的话 他大概是两万七到三万 是吧 这数还是真够可观的 对 他这个一万五 因为我估计呢 是屋主留着自住的部分比较多 比如说你看楼上六个房间 对 他可能三个房间出租 自己用三个房间 对对对 因为屋主有三个孩子 对 所以说这种现金奶牛房还是在列治文还是很少见的 对对对 非常好的现金 因为列治文的这种大豪宅通常来说是五个房间或者是六个房间 对 这个是十个房间 对 如果想做得多的话还可以一楼房间做成第十一个房间 对对对 非常大 那现在这个房子的交价是多少 这个交价是288万8 那什么时候对外开放呢 这个周六 这个周日 就是open house 这位是宇晨老洋团队的Victor 这要看房 请跟Victor也行 大家好 请随时跟我联系 谢谢 谢谢